专注于带来潜力球员的第一手信息 大家好,我是Terry 过去的一个周末 那些全美最顶级的高中生球员们 继续在Nike YBL的赛场上 挥洒着汗水 这些年轻人有一个共同的目标 那就成为更好的篮球员 为来冲击NBA的舞台 至于里面表现最好的 那一定还是来自于名校Montred的球员 2025届全美第二Cooper Flag 他在过去的四场比赛中 场均轰下27.3分 15篮板 8.5助攻 5.8封盖 其中包括第一站的27分 17篮板 8助攻 4封盖 2抢断 这位2006年12月出生的球员 官方身高6尺8寸 203公分 攻防两端都在此赛会 U16级别 打出了绝对的统治力 我们仍然记得 他在几周前的第一阶段的比赛中 曾有过单场18投16中 轰下52分 12篮板的表现 打破EYBL记录 Cooper上赛季在好手如云的名校Montred 其实并没有发挥出全部的潜能 场均数据为9.8分 5.4篮板 1.6抢断 2.2风干 下赛就因为队中有高年级学长毕业 Cooper将承担起更多责任 也期待将打出更爆炸的数据 冲击Kampuzer的全美第一的宝座 而小皇帝詹姆斯的次子Brice 同样参加了本阶段的比赛 他的表现则未达预期 比上一个阶段有了不小的下滑 三场比赛一共只有18投4中的命中率 三分球则七投一中 场均只有5分 两篮板两助攻的表现 虽然在比赛中有过比较精彩的补扣 和持球单打 展现出了不错的潜质 但他接下来的高三赛季 转学到实力较弱的学校 只靠高光挤紧 是无法提高排名的 必须要打出亮眼的场均数据 才有可能跟上Bronny的脚步 总之Brice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倒是另外一位新二代和Brice一样 同属2025届的小甜瓜Kensny 最近两个阶段表现得超好 也许是受到他老爸退役视频的激励 小甜瓜在球场上火力全开 就像开了翘一样 过去的四场比赛 小甜瓜场均拿到18分 四篮板2.5助攻的数据 还在一场比赛中独得28分 这位官方身高191公分的球员 现在对于投篮和得分 确实非常的有信心 这一点绝对遗传了他的老爸 在去年塞拉峡谷打克里斯国王高中的时候 小甜瓜对决Bronny的话题 曾一度被炒的热度很高 但其实小甜瓜比Bronny小两届 他对标不到后者 而和同届的Brice 两人确实可以有个正面的比较 现在小甜瓜在安税体育和24期体育上 分别排在2025届第60和62位 都是四星评级 至于Brice则在安税体育排在第73位 也是四星 其他网站均没有进入排名 目前看起来小甜瓜已经找到了 他的球场定位 就是得分手 下赛季有可能会在数据端爆发 如果身体在同时间迅速发育 冲入五星都不是没有可能 而Brice的球场定位还不明朗 相对来说 他已经有点落后了 期待看到两人接下来的持续进化 兄弟们 这本期视频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